嗨,大家好 昨天有一个证交的爱好者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就是问我这个证手怎么收钱币 然后我今天也是比较闲 然后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下示范 这个证手收钱币呢 大家看这个肘关节这个地方一定要有动作 你在做通手动作的时候呢 也可以像有一个证面好者说用那个松紧带 这样可以练习这个收缩的这个钱币动作 在打的时候一定要正交度而没有钱币的话 整个是用大币在带动 就没有这么细腻的感觉 是手指手腕带动钱币 然后才是大币 这个在这里面做一下示范 我们看一下 打慢点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太发力 然后呢轻轻地打 一定要注意这个前臂的收缩 如果要是这样的感觉的话 就坏了 好多人呢我看到这个比赛的时候 打比赛一想发力的时候就这样 就是这个动作 完全不注意这个手上的动作 发力的时候不动 更衷 能力又要收缩 方便 方便 你看到打的时候 你才会固定 才会有 命中率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呢 更多的球迷观众呢 提更多的意见和问题 我在这里边呢 给你们做解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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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